我讀出來 本人要求在處理本人要求財務委員會主席 停止主持會議一事 是應由副主席或其他議員主持 因為我給了一封信主席 大家收到了 這封信就講出 為什麼我要去停止主持呢 因為當你要求一個人不要主持一個會議的時候 又去主持這個不應該由他主持 即是一個 不明白我說什麼 需要再說一次嗎 大家應該明白 很多會議的規程 都適合如果任何 譬如主席被人挑戰或者質疑公正性 等一下有機會給你再解釋 現在我相信這種安排 不是第一次 包括主席 如果有一件 討論是關於他的時候 這裡我告訴大家 我是跟從過去都有這樣的處理的 所以現在 也很顯顯地 給大家看到 這是什麼議案 我相信希望大家 都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希望大家 如果沒有問題提出 我就將這個付出表決 才進入到一個討論的環節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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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主席 各位委員 其實主席 剛才都提出過 以示規則 現在沒有一個明文的條款 即是禁止委員會的主席 在他會議審議時中有金錢利益 或者角色衝突的情況下 是主持會議的 這個事項 通常都是會交付給委員會去進行處理和表決的 所以陳偉業議員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議案 現在最主要的論點是究竟 這部分是否其實應該交付給副主席去主持呢 這個我想最正常的方式 都是交給委員會去討論 然後決定一個做法 以往也都 即是在記憶之中 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是大家在討論完 那就已經是作了一個表決 你要收回你剛才說話 有慣例 即是沒有慣例的 我不是說有慣例 是這麼處理 是各位有慣例 大家聽到你說這番話 你說過去有這樣的慣例 所以你繼續是要大家 過去曾經有這樣的安排 是的 聽慣例 包括他本人作為主席 有他的事情需要討論的時候 都有主持 我就想問秘書有沒有事實根據主席 我想聽聽事實根據 剛才秘書已經補充了給你聽 剛才秘書不是給我事實 剛才秘書不是給我事實 剛才秘書是陳述一些事情 讓我知道 秘書我希望你給我事實根據 不是事實根據 不是條例的內容 我不是叫陳述那個議事規則的內容 我想知道一個曾經的個案 剛才你說的事實根據 不是一個慣例 我是說過 根據以前有這樣的事實 我想問秘書澄清有沒有這樣的事實 請請請請 arbit內容 請請請請, funk